今天暴涨的NEA到底什么来头 大家好,欢迎收看GoldMarkets盘后解析 GoldMarkets赛建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一,我是Eric 我们GoldMarkets悉尼小助手的微信号近期是有变更的 各位可以扫描视频中的二维码进行添加 我们GoldMarkets分析师团队的许多内容都会通过新的小助手微信来进行发送 希望各位不要错过 ASS200指数今天上涨了62点 收涨在6869点,涨幅是0.91% 今天领涨的是Neomap,股票代码是NEA 他们今天公布了21财年上半年的报告 他们的股价是上涨了18% 收涨在了2.5毛5 而18%这个数字也是他们财报中营收上涨的数字 此外他们的利润边际还上涨了9% 现金翻了接近4倍 当然问题还是那个问题,还是没有实现盈利 但是相比2020财年上半年亏了1890万 21财年上半年只亏了940万 距离达到盈亏平衡的缺口已经缩小了一半了 因此市场对于Neomap的增长还是很有信心的 他们的业务也很有意思 通过航拍来提供高精度的图片 然后再运用到其他具体的场景中去 他们的核心技术是有望在21年有一个新的突破的 因此也给市场带来了一个不错的增长预期 具体的我就不转开说了 有兴趣的朋友通过 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小助手微信 跟我们的分析师取得联系 今天跌幅最大的是ALU 他们今天发布了新的财报 营收是相较20财年上半年 环比下跌了4% 他们的股价也就应声下跌了4.6个百分点 最终股价是收跌在29块2毛5 近期金融市场的宠儿是原油 上涨的是挺稳定的 WTI原油的价格已经来到60.8美金一桶 英国不油的价格则是来到63.7 来给各位预告一下本周的一些重要事件 财报方面 必合必拓 戴勒姆 瑞士信贷 迪尔 达能 还有雀巢 这些公司的财报都即将公布 财经数据方面 欧元区财长将于周二讨论 欧元区目前的一个经济形势和前景 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的 1月份会议纪要也会在周三的时候公布 而美国将在周三公布零售数据 该数据呢 有望是自去年9月以来出现首次的增长 也给各位跟进一下 之前公布的侨水基金的一个持仓情况 在2020年的第四季度 桥水大量增持了消费股 比如沃尔玛 拼多多 宝洁 还有可口可乐 其中拼多多已经进入了桥水仓位的前十啊 而且不仅是桥水 还有先锋 贝莱德 高令等一大堆基金 都是在第四季度的时候增持了拼多多的 可以说各大基金对于疫情后的中国下沉市场的增长潜力还是十分看好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参考他们的仓位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大家